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一直往前走 好 谢前辈 当心 二娘哥 到了 谢前辈 我们到了 多谢周姑娘 不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灵蛇等还有这么隐蔽的地方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 曾少侠 谢谋隔世为人 已无一回中途 此晚认识曾少侠 朕乃三生有幸 多次相救 谢谋感激不尽 是 朕乃三生有幸 是 朕乃三生有幸 才能够多深入 你会有幸运 尔人 也会有幸运 你会有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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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儿是无稽呀 在冰火倒的时候 您叫我谢无稽 可回到中途 您为了保护我 让我叫回张无稽 谢前辈 你干吗 谢前辈 你是什么人 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身不外痴 气不外邪 神归无穴 看离 看离 义父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看离开 看离开 你真是我而无无疾吗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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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想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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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前辈 谢前辈 我之前不是说 明教选出了一位新任教主吗 就是您面前这位 没有想到吧 义子成了堂堂明教教主 你反而成了他的属下 是 一转眼 我儿无疾长大了 也做了明教的教主 金毛世王谢前 在此拜见教主 义父 您千万别这样 是 义父 义父 您知道吗 杨教主曾留有一命 命你战舍教主之位 这些日子 孩儿苦于不堪重任 现在您无恙归来 乃是本教之府 义父 等回到中土之后 教主之位 还请您继续担任 你说什么呢 义父如今老了 眼睛也瞎了 教主之位 我不做 不 义父 您在我心里 从来都没有老过 您虽然看不见 但心却不满 很多事情 比乌鸡看得更头扯 我说你就别谦让了 你当教主 可是明教上下 众望所归 老爷子 你说是不是 就是 怎么啦 武情英 妈 鬼呀 我不是鬼 我是人 这 张无忌 你 你还没死啊 你是无恋的女儿 我姑娘 是 是我是我 谢前辈 你知道我爹在哪儿吗 昨天在茅草屋 我以为他会暗算于我 我就把他打伤了 再后来呢 茅草屋着火了 你爹生死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生死 张公子 我知道我之前跟我爹 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 但那并非我们本意 却能收了那竹家的指使 我知道 你打人有大量 你不会计较的 对不对 我爹 我也现在生死未卜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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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招着我爹吧 就算早已不测 我也想看到他失身 我求求你 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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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姑娘 你先起来 先起来 好 我答应你 张教主对女人 果然是来者不拒啊 现在连五小姐 也开上眼了 张姑娘 都到这个时候了 别开这种玩笑了好吗 好啊 我的错 我不说了 我被人死了 花武 守部协训 武客乎 报告 大人 咱们这次除了要抓协训 还要小心捣个阴业先生的妻子 金花婆婆 此人虽然武功在卸讯之下 可诡计多端 十分难以对付 咱们可都要小心了 无论多么奇怪 比不上我们爬山 都是垃圾 快点 快点 我跟赵姑娘偶遇了金花婆婆 听闻了她借刀的事情 便一路跟随 后来 我就上了灵蛇岛了 行 你怎么回事 干什么 张无欺 殷姑娘 张无欺的名鬼 不肯我回岛上 怕我一个人留在岛上 顾骨灵钉的 到处找你也找不到 你在印尖可曾知道 应该是重伤引发了高烧 再说胡话呢 张无后 我去外面找一些草药 顺便找一下小赵 吴前卫的下落 赵姑娘 你可愿意跟我一起同行 这样有个照应 张大教主 终于懂得欣赏 本姑娘的机智过人 也明白 我对你终归是有欲无害的了 是我知道 就算我不问你 你还是会暗中跟踪我的 对吧 不错嘛 果然成书不少 人也便聪明了许多 我进 来 义父 来 来 义父 屠龙抱刀 待在身上 一方不测 尽可能的 别遇到那些怕杀人 好 老爷子 你放心吧 只要我赵敏还生一口气在 就定会保证你的义子 还有宝刀周全 好 你干什么 不要命了吗 我只是想把他们的尸身搬回来 好好安葬一下 你怎么知道这里没有人潜伏 我们绝对不能暴露行踪 不然大家都会受到牵连 走吧 来 来 坐 你 你 你知道吗 我以前可美了 和朱九珍 一起号称雪岭双疏 可其实 我比他要美多了 谢前辈 喝口水吧 好 多谢周姑娘 你真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孩子 不像赵姑娘 她活泼 爽朗 这点儿 倒是像 吴稷她娘 怪不得吴稷 对她没办法 也不知道这赵姑娘家 还有什么人 她 她可是汝阳王的千金 堂堂的蒙古郡主 这首先是肉 手背也是肉 应该先找小赵的下落 还是应该先找 殷姑娘的草药 真是两难的问题 你说 金花婆婆 为什么要抓作小赵啊 这还不清楚吗 因为金花婆婆知道 你虽然口口声声说 要娶殷姑娘为妻 不过是发发慈悲可怜她而已 这小赵姑娘 才是你张教主的最爱 所以不抓我 也不抓周姑娘 就抓你那个心肝宝贝 别闹了好吗 不管是谁换作是你 难道你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呀 紧张是这样过 不紧张也是这样过 开开玩笑 至少还可以给自己 撞撞打 其实 我手心一直冒冷汗 你看看 不不赛 太可怜了 我住后 我住几个小赵 可怜到她 最爱的 不许多 我住一家 她住在家 这些好 太可怜了 你人家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死 不要 你不要哭了 不要 哭也没有什么用的 我已经在你的身上 点了麻血 不会有什么感觉的 不要 忍一忍就过去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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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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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 救救我 救救我 小招 走 救救我 就是他 他就是明教的叛徒 也是他藏匿的金毛世王 还不得 他 他 用 盗贼 小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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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赵姑娘 小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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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好不好 快 朝姑娘 小赵的武功不及你 又没你机制 我自然得保护他 我知道你拼了命救我 我很感激你 不过你必须答应我 从此以后 不准再用通归于尽的方式了 好不好 通归于尽 郡主娘娘真是厉害 对自己够狠 对别人也够狠 你是不是跟老爷子 说了我的身份 我没说 不是 你还会有谁啊 是我说的 谢前辈向我问起 我只不过如实相告 郡主确实是汝阳王府大小姐 没什么好隐瞒的 为什么要愚弄谢前辈呢 你倒是会给我强加罪名 我的身份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但这是我的私事 用不着旁人来查走 你这丫头 真是灵雅力尺 义父 赵姑娘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我没有抓了怕杀明教的人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如今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大家不要伤了何妻好吗 张公子 我爹呢 你答应帮我找他的 他人在哪儿 是伤害是死啊 方才因为太过着急 还没来得及找你爹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你爹的 吴姑娘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陈永亮 是你爹的朋友吗 他怎么知道谢前辈在灵蛇岛 来抢吐龙刀啊 是你爹带他来的吗 是 那一年 我们从张公子的口中得知 谢前辈在冰霍岛 我爹 就领了他的好友陈永亮 陈永亮曾依捕鱼为胜 熟悉海事 温小瑶他带我们来到冰火岛 可不知怎的 事情走漏了风声 我和我爹爹 竟然被金花婆婆抓了 结果也一起找到了冰火岛 然后 把谢前辈 带回了灵蛇岛 我爹爹好不容易才没通一个船公 让他把我们的消息告诉陈永亮 好让他来救我们 陈永亮 陈永亮是不是也来灵蛇岛了 他人是来了 但是一心想夺屠龙刀 你爹曾向他求助 可是他却是你爹如同陌路 五姑娘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救你爹的 张公子 我们父女从前实在对不起你 你这是干吗 来 先起来再说 过去的事情 我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我现在就去找你爹 无极哥哥 你要出去的话 遇到怕杀人该怎么办呀 你放心吧 我自己会有办法的 可是 如果那个人质冲破穴道 我怕 不会的 即便是醒过来 也是动弹不得 没什么问题的 可是 我说周姑娘 你也太不了解你的无极哥哥了吧 他就是头固执的大笨牛 说往死路里走 就往死路里走 我们谁也改变不了他 植若 这里就拜托你和小赵照顾一下了 义父 我先出去一趟 马上回来 好好 你好好养伤 等我回来 将来无忌 当年离开冰火岛的时候才那么大 一转眼啊 都长大成人了 还当了名教教徒 我这个做义父的 倒是希望他 早日娶妻生子 如果他爹娘 在天有灵的话 也会倍感欣慰 可如今他身边 有四个女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前辈 我只是服侍公子的丫头 不该算在内的 老爷子 你也太贪心了吧 想让你的无忌孩儿 妻妾成群 谁说要嫁给他了 郡主娘娘 你不用自作多情 我说的不是你 我说的是 五姑娘 谢老千辈 我知道你因为我的身份 而瞧不上我 但是我自闻来到这岛上以后 没有做过半点 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还处处帮着张无尽 帮着你们 你这样对我 是不是太不公道了 你怎么回事啊 五千辈 没事作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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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活下去 你爹在九泉下才会安心的 爹 不要杀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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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姑娘 不要杀我娘 有什么中我来 你不要杀我娘 不要 初儿 初儿 你爹不在这儿 不用害怕 爹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娶一根不够 为什么还要娶二娘三娘 为什么 为什么 初儿 你在做梦 阿牛哥哥在这儿呢 不用害怕 你别人 你不是阿牛哥 你是我爹 你是大欢胎 你是大恶人 我真的不是你爹 父亲 你在哪儿 求您跟我走好不好 当初 你在我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我不恨你 我想一生一世地服侍你 照顾你 让你做我的主人 如果你嫌我仇 我愿意汽取全身的武功 汽取千株万毒 我会赴元宝 就像你儿时见我的那样 好不好 无计 我寻你寻得好苦 为什么我一直都找不着你 我真的伤心死了 对了 我在昆仑山 遇到一个 叫曾阿牛的少年 他武功高 人也好 他还许诺过 要娶我为妻 那个阿牛哥哥 他对我说 初儿 我愿意尽心积力地照顾你 让你不受其他人的欺负 只要你别觉得我不配就好 他还说 从今往后 我愿意一生一世 爱你 护你 你可自己性命不要 也要保你周全 我要让你平安息了 忘了从前的种种苦楚 无尽 你说这个阿牛哥哥的 对我好不好 是可惜我的心 早已经许给你了 你狠心 你一短命 我便给你守一辈子活寡 你说我待你好不好 当年你不娶我 不在我 你现在会不会后悔 无尽 你一个人在阴间 寂寞吗 我跟婆婆 已经找到了 金蒙师王的下落 之后 我会上武当 给你父母扫墨 然后 我就会去西域 在你丧命的山谷上 跳下去 这样 我就可以一辈子陪着你了 我就可以一辈子 跟你在一起了 年朵微笑的花 像一番人世变幻 到头来 书莹又何妨 日月月月 胡笑成 赋予归难求成 清早的容颜 老月走完 优优优优优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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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都不放过 也可以理解 他膝下无儿无女 只把阿黎当作自己的奴婢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母爱 现在也不知道韩夫人怎么样了 刚刚在海滩上 我看到那些怕杀人在家高台 火光冲天的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吗 难道他们要烧死韩夫人吗 小赵 你怎么了 公子 我求求你 您去救我娘 不要让他们烧死的 我求求你 是 为父亲 帮我强养你的 你的 小赵 你说话呀 金花婆婆怎么会是你母亲呢 别光哭好不好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起 是我不好 一直骗了你 我问你 韩千亿 是不是你的父亲 是 他是我父亲 那你隐瞒身份留在鸣教 是不是另有企图 说 我入鸣教是有原因的 可是 公子 我没有背叛过你 也没有做过任何对鸣教无力的事 公子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救我娘 不然他们真的会伤死她呢 你先起来 别这样 无忌 小赵姑娘 你冷静一点 你娘应该还安全 你不要忘了 我们手上有人质 那些怕杀人在海上驾设高台 又是放火又是打鼓的 不过是想虚张声势 引起我们注意而已 真的吗 我想 他们应该是想让我们去谈判 你想想 如果他们真的想置你娘于死地 悄悄杀了不就好了吗 何必大张旗鼓 就不怕我们去救人吗 赵姑娘说得不错 现在双方各执人质 他们想找我们谈判 小赵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救出你娘的 嗯 写训真的会来吗 放心 熊氏没等来 倒等来两个小颜羊 张无极 不要多管闲事 快滚 小赵 娘 你们放开我 娘 别乱叫 我没这么好命 没你这样的女儿 滚 娘 你们今天要是敢碰韩夫人一下 我便十倍奉还 写训怎么不来呢 金毛世王谢训便是我义父 今天我代表他来见你们 义子 你管的闲事还不够吗 韩夫人今天的闲事我是管定了 本教的事情不要你管 这位不过是丐帮中人 而我却是名教 姓张明无稽 这曾阿牛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 张无稽呀 张无稽听着 你等得罪宗教之罪 我们的大圣网可以失眠 快把我们教友搅出 否则 我们曾教把这岛都扎掉 还有 其他的沾船马上就到了 别向火下去 行 条件便是 给我们预备一条小船 让我们带着韩夫人安全地 回到中途之后 跪教教友 自当双手奉还 还谈条件 在我们眼中 这个教友就像住狗一样的 生教之中有那么多人 杀一两个又会阻席 你骗人 他是十二宝树王之一 公子 你别心疼 生教之中更有三百六十个宝树王 这位是平等王 武功是平昌的 杀他 反正你们逃不了 平等王现在由我义父来看守 我和我义父早有约定 一刻钟之内肉费 如果没有收到暗号 便要卸他一条胳膊 再过一刻钟 便是另外一条胳膊 你们可以继续谋测下去 我敢保证 平等王定会登上极乐净土 可我说狂言 是否狂言 你们可以试试看 你能不能够到我 我 打伤王的命令 把张武纪烧死 以纪命尊 要烧纪烧我 不关公子的事 你看 你们两个 我不需要你们救 走 快走啊 公子 我下辈子 下下辈子 生生世世 也一定会再服侍你的 走 走 走 五姑娘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老爷子 你别着急 你一直不会有事的 爹 张公子已得报约 是为他好人 求你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佑他平安归来 走 我们的大圣王埃财 你的武功身价更具单次 哪如你所愿 谢谢 我们的大圣王埃财 你的武功身价更具单次 哪如你所愿 我们的大圣王埃财 谢了 大圣王埃财 大圣王埃财 娘 你没事吧 没事 娘 哪儿 多谢公子救命臣 来 韩夫人 你别这样 先进来吧 在下一生恩怨分明 除了仙父姢也从不服人 今日公子不计前嫌貌似相救 在下拜訪 从今便随女儿为奴为仆 以报大恩 不不不 前辈 韩夫人 我一直当小赵为亲妹妹 从未当成奴婢 作曲 李宗盛 仍是浮沉 生死总有成门 心存宽人 相与同一笑柄 只怕残忍 多情伤痴情人 哪有几人 穿过纠缠 留出心几分 能有几人 躲得过 我愿结终被轻困 何谓永恒 何谓殊世凡尘 人间乱了 乱了浮华半生 繁华如今 我愿远远 我愿迷迷 我愿迷迷信给你安闻 只此一吻我 无疾无怨 无成 何谓永恒 何谓俗世凡尘 人间乱了 人间乱了 乱了浮华半生 繁华如今 我愿迷迷信给你安闻 只此一吻我 无疾无怨 无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